你的葬礼我也不會去 要我找阿雅妍嗎 阿雅妍媽媽嗎 我女兒 女兒 你出去 康熙來了 小次節目西地翔料 本季最後一集 找來蔡康勇世紀大合體 兩人純槍實戰 果然還是那個最熟悉的康熙 哪一位女明星很沒有氣質 林志玲或者是黑澤志玲 你說志玲嫁給黑澤先生 以後嫁給黑澤志玲 對吧 長片上就二選一 其實是一選一嘛 對吧 反正就是哪一個 你比較沒氣質 你啊 你不能這樣 你這樣就犯規了 你這樣就犯規了 你會不會 到我啊 不行 哪有這樣子的啊 那我走啊 不是問你當主持人 讓我這麼機車 你這樣怎麼主持下去 好好 下列哪一項是小S 最致命的缺點 讓你受不了 一 做人太有禮貌 二 工作也不遲到 好 有禮貌 有禮貌 你問這些問題 你不會折壽嗎 你 反命為止 不是很貴的人 我猜猜你葬了就好 我猜猜你葬了 你說話我幫你辦的啊 我如果先死 誰幫你寫很好的那個副文 如果我先死 你要幫我主持 我都老真 都老真 什麼樣子 我要出來主持 你的造力 萬一我死在你造力上怎麼辦 那就很好 沒有 腰食一七絲 你如果要拍下一部電影 你會想找哪一位當女主角 一 李彬彬 二 白彬彬 你去招惹這兩個姐姐幹什麼 我只是想招惹你而已 你要做一件事才能拯救世界 你會選哪一項 不好意思 因為你也知道我很容易死了 要當我幫你寫題目 你還記得題目是什麼嗎 就是拯救世界 你要做一件事 第一個 這個 這話有題耶 全火在線上 開一堂情商課 或者是 把你最愛的一幅畫燒混 我 把我最愛的一幅畫燒混 我的全火開情商課 我也罵得 如果德維跟派翠克 你一定要簽一個 要把它捧紅 OK 這題很難 你要誰 太公平一點你也打 好 我們倆同時好不好 一 二 三 第二位 你也很驚訝 有人說你 果然是 Soulmate 你還有吃了嗎 為了不給我